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的家庭当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我是我妈一个人拉扯长大的 当我爸去世的时候 我还有问过妈妈 为什么爸爸总是会咳嗽土痰 我妈那时候只是和我说 老人都会生病 所以这些都是小病不要紧的 后来知道我长大了 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 我父亲他得了癌症 因为家里条件不足 所以他就没有钱去治疗 以至于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当我妈妈和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就暗自在心里发誓 不吃馒头争口气 这辈子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让我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经过我在高中期间不断地努力 终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这让我母亲感到骄傲 紧接着大学生活毕业之后 我就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也有七八千块钱 心想着去买一栋大房子 然后在公司的领导引导之下 我买了三十一厅的大房子 当我买好房子的时候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 想着她尽快从老家搬过来和我一起居住 这样日后我也好方便照顾她 可是不管我怎么说 我的母亲她都不愿意来到城里 没办法 我就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但是每个月都会不定时地 往她的存折里面打一些钱进去 直到现在 我已经工作三年多了 也谈了一个女朋友 她人也非常的好 善解人意 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母亲 当我母亲知道的时候 她特别的开心 然后就叮嘱我 一定要好好对待她 有时间的话 把女朋友带回去给她看一看 之后我把这件事情 也跟我女朋友沟通了一下 当我女朋友得知 我母亲想见她的时候 她就立马答应了 第二天 就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当她看到我母亲的时候 不但没有嫌弃 我的母亲是农村人 反正对她非常的好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然而我的母亲 对她也非常的好 就这样吃完饭之后 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 回到了城里 因为我们还要工作 起初我们两个人 因为工作刚刚有点起色 所以回老家的次数 也非常的少 就在前几天 我们催里人给我打电话 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们告诉我 就在我们走了没几天的样子 我母亲突然离世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回想起前段时间 给我母亲打电话 她一直在咳嗽 我竟然还没有想到 她是得了癌症 和我父亲是一样的 现在想想 我真的是非常的后悔 真的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 然后我就和我老婆 给我母亲的后事给办了 就当我们在被母亲 办理后事的时候 发现她的床底下 有一个录音机 我心想 这一定是母亲临终前 还没有说完的话 于是我按了一下录音 就听见母亲说 儿子啊 妈妈得了癌症 已经是晚期了 我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 毕竟你们两口子 现在挣钱也不容易 以后花钱的地方 还非常的多 我只求死后 你把我和你爸爸 安葬在一起 让我们老两口 在黄泉路上有一个伴 你之前给我打的钱 我一分都没有动 全部都在保险柜里 密码是你的生日 当我听到母亲 说了这番话时 我的眼泪已经哭花了 我连母亲最后一面 都没有见到 她却还一心在为我着想 我真的是太不孝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